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 大人 哇 快點我後面這個海景有沒有 沒有錯 我現在的人 有更來到 國富島 他是在泰國 欸 非常南邊 離曼谷非常非常的遠 所以我就決定 一路 哪算哪往南走 中間停的 建築問符啊 等等的 升到大堆 一路往南 到達樂府的時候 坐船直奔 保護島 就是我現在的所在地了 好 這樣我們就跳轉一下 看一下歷史畫面 出口了 要出口了 重喔 跳 不能跳對不對 要被我們跳跑嗎 你現在的體重 可能會有點危險 可以可以 摸摸摸摸 整車 Let's go 我這道是七個人的小團 包車 包書餅 包豆油 就這樣 開始我們的 泰國 小旅行 吃到哪去的結束 就萬一 我問你了 你第一次給你 這個可以拍 沒有包括 好酷喔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要簽起來 這東西在泰國是合法的 除了用這個醫療 切頭麵 神器 用這個食品 營療 到達來到這裡 當然要來 體驗一下 這個 Pros original Origenal 謝謝 原味喔 怎樣怎樣怎樣 再喝一次 你要確定欸 王老雞涼茶 我的是奶雞 乾杯 王老雞 怎麼不聊欸 再久沒來泰國的平衡路 這個電線實在是 六邊看都覺得很壯觀欸 好脆喔 也太脆了吧 一定要來吃 我也要我也要 再一次 跟剛剛不一樣 這個廟的名字是不是 對 廟的名字 但是一般的話 如果你們中文名叫 兩個字 襪子也要啊 襪子也要 我也戴帽子 好大 一隻人都在那上 光光行程囉 這裡跟以前變得不太一樣欸 這裡跟以前變得不太一樣欸 這裡好像比較熱鬧的感覺 對不對 沒有啦 這裡原本沒有這些 有啦 有也有 只是沒有那麼多 沒那麼多喔 你看 這這麼大窗 王老人還在這裡 王老人是真壞的啦 OK 是 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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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煎餅 怎麼樣 好..好...好...好... 好粗喔 collegiate喔 可以是鮮羅天地的一路 我現在用到蚵仔就先給他擠啊 可以拍嗎? 對,這可以拍嗎? 可以拍 會不會晚上住現在我的房間 你有書寫嗎? 好可怕 這個時間來 好可怕 好可怕 這個風景 哇 這個一彎 來到泰國漫步 第一個晚上 下他的房間 就是這樣 就不一樣了喔 這小房卡 真貼心 再祝我生日快樂一點 這間飯店的團隊 COOL'S VIVE TEAM 不理要大心了 哇 這樣嗎 結束了第一天觀光的行程 接下來我們繼續看路 嗯 也沒跟他看啦 我是哪算哪去 比較不會想不到 這裡面 保麗龍牆 保麗龍絲 我一隻平衡都很忙 準備吃中島的地方 參天房的好像一間廟 這棟是整座路線裡面 雙雞咖的一棟 泰國傳統的宮廷菜 還叫一個火藝 你看到它的擺盤 很浮誇的 一堆灰灰燒燒的擺飾 還有一堆醬料 你什麼都要吃 這棟桌菜裡面 調味料大概有200種 鄉鄉看到了 雖然不知道什麼可以吃 什麼不可以吃 我吃都好了 配菜啊 配菜包在外 你要拆那個發掌是不是 對 你覺得這個東西直接可以吃嗎 對直接吃 花飯也可以吃對不對 好吃 好吃嗎 好吃 怪怪的 這不是西瓜 西瓜叫做魚鬆嗎 這麼奇妙的大杯 這是他們的飲料杯 不會滴 他們可以說 泰國風帶在這裡的東西 我吃的全面 不滑 不好吃 是說 感覺很心裡吃 拜拜的心裡 天安過就好 下一站 這遊覽車嗎 這遊覽車怎麼 這麼瘦 這麼高 好兇喔 超兇 好兇的遊覽車 而且兩層樓耶 超高的耶 好 這個藍廟 如果要上去 看了一下 這邊磁磚 有點不太燙 要踏這個紅毯 要為你也開心 這邊要靠前男性路 軍縣 蓋起來的 喜歡嗎 呃... 還不錯啦 這個也是一個新的景點 海中的神廟 兩百年歷史 哪裡哪裡 很遠是不是 走上道還蠻好的啊 喔就是看那個喔 對 就是那個 這我怎麼好看 四個都這樣嗎 蝶豆花 沒有檸檬 你要加檸檬喔 你不是不喜歡山嗎 你叫我叫一個家 叫我叫一個家 你叫我往通 我趕快要吸引你 你會多血 欸我們兩個 那邊紫色的咧 太有便宜了 有了 來看一下 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檔叫做 泰國最大港 有泡泡 香的香的 嗨 泰國最大港 虧威了好幾年 終於又要來高谷島了 我現在是 要坐鑽子去高谷島的 碼頭 等一下 就是要坐這個鑽子 海島型故障村 都會有FU 你看 這個戰島 好 這裡有 麻麻的水尖 坐到那裡去不住 在那裡搜尋有沒有 這就是 準備要坐鑽子那些人的 休息區 放油 可以減看海料 待會兒以後我們要坐 一個半小時的船程 直奔 有舞蹈 等坐鑽子 明星 比了天 還好 以後 還好 還好 坐鑽子 鑽子 這就來一輩子,五輩以上 各位,如果你看,一隻魚在起蹭 四輩,一隻腳踏 還有魚在追逐 起蹭耶 黃偉,這個超兇耶 超讚的啦,接受到 再來一百次,我還是會來 你看,這裡的人一直在看魚 各位,你們還記得嗎?這裡有一個吧台 晚上是兩點一杯的咖啡還是酒 走到這裡,站到,直接釣 超爽 最後,藍骨頭 大雄這道書 我的泰國語調,就要進行開始 那天三年沒來了,三年後 不知道這道會為我們帶來什麼 Supplies